寒冷的西伯利亚冬天 古苦无依的流浪猫 常常因为低温而受伤 好心人士将冻伤的猫咪 送给兽医急救 为了保住猫咪的性命 兽医把猫掌切除 并将四只脚装上 量身定做的一只 正在它们的声音状况良好 可以像正常猫咪一样活动 医生开心地把猫咪抱在怀里 并骚一下猫的肚子 接着把猫放在地上自由活动 仔细一看 猫咪的脚很特别 四只脚都被装上特制的一只 这只猫咪叫做里奇克 是在西伯利亚 托木斯科州的街上被发现的 当时他的四个猫掌 都已经冻伤了 当时李奇克的四个猫掌受到严重的冻伤 摩端组织已经坏死 只能全部切除 好在兽医用3D模型技术 用钛金属为里奇克打造一只 让它能像正常猫咪一样跑跑跳跳 里奇克在诊所生活了两年半 适应情况良好 另一只灰猫迪姆卡也遇到同样问题 严寒的冬天让它许多部位因冻伤而坏死 兽医为了保住他的性命 不仅切除猫爪 也切除一部分耳朵跟尾巴 有了里奇克成功的经验 戈尔什科夫先建立迪姆卡四只的模型 再量身打造制作一只 终于在去年底完成一只植入 成为世界上第二只拥有四只一只的猫 如今迪姆卡可以正常地奔跑跳跃 从四族传来的影片可以知道 迪姆卡过得很开心 就像一只正常猫咪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